可是其實在律師的行業當中 我覺得他們常常也會需要 有一些暗示跟你的當事人 對不對 因為要有些默契 如果在法庭上講錯話的話 影響很大吧 在法庭裡面開庭的 其實那個時間很短 很緊湊 法官他問一個問題 他就要重點 聽到重點 他聽到不是重點的東西 那個心裡面就是 他們職業病 就職業宅他就 煩 怎麼 我都已經時間要趕快 把這個案子處理掉 然後你跟我講一些五四三 然後我有一個當事人 有這樣子的狀況很嚴重 所以說那時候我就跟他 達成一個暗號 就是說我今天在這個法庭旁邊 我們上面都是桌子 然後下面椅子 桌子下面是看不到 我們腳在幹嘛 對 就是像你們這樣的桌子 是遮住的 對 所以如果說我在旁邊 一直踢他 踢他的腳的時候 那就是告訴他 不要再去講一下五四三了 法官問你什麼 就講重點 好 然後那時候就跟他 我還跟他磨練 還跟他暗示 我們在那個會議室 你也自己出走 先踢一下 等力道還可以 可以 然後就這樣動 然後就去到法院 然後自信滿滿 我就覺得好 OK 兩個人做得還滿近的 結果後來法官問他 一開始都還好 結果問到關鍵問題的時候 他其實是個好人 他太想要檢視了 對 很緊張 然後覺得說他被冤我 不行 我就開始 噼哩啪啪一直講 然後我想說 怎麼又來了 好 我就開始踢 他就覺得說 我就是要講重點 這就是我的重點 但是 而且我還沒有完整表達 你踢的嘛 臉上就開始不悅 然後我覺得 我真的覺得不行 我覺得 是不是我踢太小力了 沒有感受到這樣 開始用力 再來踢 十點這兒 他就說 我在那裡跟法官講重要的事情 在那裡踢 我就按你的腳帶講重要的事 就是好啦 我不講了啦 不講可以了吧 所以說後來法官問他什麼事情 這個當事人整個臉就垮下來 他通通都不講 他這時候刷成脾氣了 對啊 好光我 結果我當事人竟然站起來 跟法官說 我真的傻了 因為這好像變成說 我們在叫說 我們當事人去講一些 跟事情如何 我馬上站起來跟法官說 法官不是 我跟我的當事人是 我有一個安好 確實有一個安好 我踢他的時候是跟他說 你好好回答法官問題 你要講重點 話太多 然後法官就露出一個 詭異的微笑說 是這樣嗎 然後我說 這時候好緊張喔 好緊張喔 反而我們坐這麼近 我後來當場就直接 移到旁邊去 我這樣總提不到了吧 你就慢慢講 你開心要講什麼 扯很遠 你就慢慢講 你通通慢慢講 只是最求的是 因為我們在法庭裡面 我們常常會跟法官會 其他案子會見到 然後開庭的時候 在另外一個案子開庭的時候 法官看到我 我就是一直奇怪的微笑 他就跟我說 輪廢師這次坐比較遠喔 所以說有時候就是 豬都會變 會虧 對 當時很害到 明明就是 你是好意的 然後在專業上面 要給他一個協助 然後去表示這個 但是他接收不到的時候 反而在整個體系裡面 我們整個反而 我們律師抽掉 律師實在是變成一個 肺力措施 還變成以後 然後法官只要看到你 都可以釀一下 腳不是很差 對 你比較多內緣喔 所以要來問一下 有沒有專家海苔胸 如果說真的是表錯情 會錯意 或者是這種誤會已經產生的時候 我該用什麼方法來彌補呢 其實在各種誤會情況下 我們最害怕的就是說 對方明明就錯 然後不認錯 然後就覺得很機車這樣 所以當事人如果你是那個 就是不小心讓對方 覺得很難搞的那一個人 那第一件事情就要認錯 比方說像雅蘭莉就說 對 我就是小氣 對 因為如果你特意辯解說 哪有哪有小氣 那個世界上一天 到底說哪有的人 就是他有 對 他一定要非常強烈的否認 永遠是說 我沒有 你都沒有罪 對 然後所以你要先承認自己 有一個東西 就是你不想要面對那個東西 其實你要想像你心中 有兩個自己 有一個自己是潛意識裡面 想要做某件事的 譬如說還是想要唱歌 還是不想付錢 然後另外一個自己可能是跟對方 已經打好暗號了 所以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打好暗號 但實際上並沒有 那在這種時候 如果你是要跟對方 建立暗號的人 你要先跟他約定好說 萬一暗號沒有實現 那你有什麼補救的方法 就是 的事情要先討論 以避免之後吵架 所以我覺得暗號沒實現 是很正常的 因為有時候會錯誤 但是最重要的是 沒實現之後 兩個人可不可以好好溝通 就在你們事前 建立暗號的時候 要先確定好 了解 我怎麼覺得我們剛剛在電視上 把我們夫妻的暗號講出來 你們可以不要發稿嗎 對 那小孩子 我們小孩子 對啊 我們今天回去就要換暗號了 換暗號 可是他們的記憶中 已經有了好嗎 我們換冰的 好 所以Apple有的時候 會不會跟男朋友相處的時候 醫師也會給你一些暗示嗎 對 它這就不是暗號 它是直接就在暗示我 但我一開始也是聽不懂 因為其實我是一個 還滿能吃的女生 然後一開始的時候 她都不覺得說 到底說自己很能吃 是多能吃 結果後面就開始約會以後 她就發現 原來我還真的滿能吃的 然後有一次也是 我們原本就是 也是去吃一個餐廳 她就點了一下兩個人 那三道菜好了 她就點了三道菜 然後我就說 可是我還想吃那個什麼的 她說妳這樣子吃得完嗎 我說吃得完 當然吃得完 然後就點了 所以我們兩個人 便吃四道菜這樣子 然後就點了桌上 就再開始吃 然後吃一吃呢 她吃一吃 她就吃一吃 她就說好 她吃飽了這樣子 然後就一直看我 我還在繼續吃 她就說 妳吃得完是不是 我說可以啊 我可以把它全部吃完 不然這樣子很浪費 然後她就說 然後我就繼續吃我 對啊 這女孩多好啊 要娶回家啊 她就默默地 把手機拿出來 然後就放到我面前 她說妳看一下 我就看了一下 她的手機在放一個影片 是相撲 兩個相撲在對打 然後我就說 她在看是什麼 她的意思是說 妳在這樣吃的話 會變這樣喔 就可以去比賽了 我就邊吃邊看 我說怎麼樣了嗎 她說沒有啊 妳看啊 我說怎麼樣 這什麼啊 我不認識他們 給我看幹嘛 然後她就拿回去 然後就一直看著我 然後我就邊吃 我想說 就突然想到 我說 妳給我看這次幹嘛 妳覺得我繼續吃下去 會變這樣是不是 好欠奏喔 她就沒有講話 然後就覺得說 什麼意思啊 居然這樣子暗示我 覺得我會變胖 然後有一次呢 我也是煮東西給她吃 結果我沒有煮我的份 我只有煮她的 然後她就說 妳吃什麼 然後我就說 沒有啊 我就喝一瓶東西 她說那是什麼 我就說沒有 因為我覺得我最近 好像真的有點變胖 所以我要開始就是 吃一些東西 對啊 我們自己會控制好不好 對啊 還要妳提醒嗎 我們不需要暗示 可是問題是 那我們就是愛吃啊 她愛我們 就愛我們的全部 所以我就跟她說 我就有我自己的方法 所以她那一天 就是她吃她的午餐 然後我就在旁邊喝這個 我可以推薦給大家 其實還滿適合 就是譬如說 妳覺得有時候 可能吃太多 或者是工作忙碌 沒時間吃飯都可以喝這個 她叫做 而且她很厲害的是 是我們漂亮的 謝金燕姐姐代言 對 好紅喔 妳看謝金燕 就覺得很有說服力 因為她好瘦 姐姐那個身材 身材超好 然後她很厲害是 因為我就是這樣子泡一杯 它很方便 就是妳只要把她的一包打開來 放到這個杯子裡 然後非常快速 妳只要放進冷開水 然後八秒 就是可能晃一晃 咬一咬 咬個八秒 它就好了 我今天帶來這個是新口味 是水蜜桃鮮蘿口味的 我都不是水蜜桃啊 而且 對 它還加 對 因為它是新的口味 所以它這裡面 因為水蜜桃 所以它不含膠原蛋白 還有水蜜桃萃取 那它本身很厲害的是 它有專利的 藤黃果 然後還有 魔芋纖維 還有乳酸菌 好喝喔 所以其實它喝起來 會很有飽足感 然後再加上它這一次 比較特別 而且真的好香喔 就是水蜜桃的香味 但是它這一次是 除了是新口味 是水蜜桃鮮果口味之外 它裡面還有多加了一個新的 會讓你有咀嚼感 就是因為它裡面還有添加 大豆蛋白 所以喝起來還會有咀嚼感 我一口就喝完啦 超好喝的 對 讓你心裡有滿足 然後又有咬到東西 很有口感的感覺 然後它裡面還加了 兩倍的高蛋白 兩倍高蛋白 所以我們也很適合 對 新陳代謝 我們也很需要高蛋白的 對 這樣子一杯的熱量 才一百大卡而已 對啊 然後你喝了一杯 可以讓你有 五個小時的飽足感 可以撐很久 對 可以撐五個小時的飽足感 那其實裡面的藤黃果 就是它有專利 那它有這樣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幫助我們 合成血清素 那這個血清素 就在我們人體裡面 它就會讓我們有飽足感 你就會減 就是會抑制我們一點點食慾 而且如果說 我們攝取過多的碳水化合物 它也可以把它 阻擋 就是這個過多碳水化合物 合成脂肪的路徑 好瘦喔 對 通常在吃麵啊 飯那麵粉啊 麵包 對 麵包 而且裡面剛剛講的魔芋纖維 它會幫助我們 就是有飽足感 對 那除此之後就是 如果我們攝取多餘的脂肪 它會幫忙吸附 然後從糞便 去把它代謝掉 對 然後再來就是乳酸菌 那其實我們要有一個 比較好的體態 就是一定要有健康的 腸道的環境 所以當我們就是其他的事 都準備好了 那其實也要讓我們腸道 比較一個健康狀態 所以這個乳酸菌 就可以幫助我們 就是 腸道健康了 我們自己排泄 就會比較順暢 其實這很重要 因為很多女生 在減重的時候 因為進食飲食都不正常 所以會變得便秘 對 很容易便秘 因為其實如果說 用這樣的奶昔來取代一餐 我覺得就是平常 我們其實是可行的 但是你 為什麼呀 因為我們還是會希望 大家就是用一餐 就是選擇你可能 某一餐吃比較多的那一餐 用這個奶昔去做取代 不然因為如果 當我們整個 全部都用奶昔取代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一個 熱量攝取降低 那我們的一個基礎代謝率 也會下降 所以你這樣反而不一定 有辦法幫助我們調整體重 然後其實最重要 還是就是要搭配運動 跟多喝水啦 對 沒錯 那今天這個介紹 這個是水蜜桃鮮果口味 是新口味 那它其實本來呢 還有 所以它的口味 其實是很多可以選擇的 然後太菲奶茶 我們上次有喝過也很好喝 對啊 我就覺得 你如果是自己偶爾 就是用這個取代一餐 然後你還有很多口味可以選 而且又方便攜帶的話 就會喝了也會很開心 不過喝的東西是不是 因為畢竟是喝進身體裡面 所以在挑選的時候 純天然也是很重要的 對 所以它沒有任何的 添加的防腐劑 也沒有色素 然後也沒有任何的藥物成分 都是非常天然 可以喝得很安心 對 而且非常方便 因為現在人趕時間 剛剛Apple說八秒 八秒鐘 對啊 也要八秒 而且可以很快速地取代 我們一餐的卡路里 太好了 所以有的時候暗示還是明示 真的是滿重要的 如果你真的希望 你的另外一半調整的話 像夫妻 我覺得就是直說 有時候直說 如果默契真的還沒有夠的話 不要安心 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誤會 就不會鬧上法庭 有一些不必要的糾紛 今天非常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歡迎大家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